先生先生先生 您好 刚刚看到您 就是送了一位醉酒的女士上楼对吗 那个是我同事 然后她喝醉了 我看今天下雨不安全 我就把她送回来了 您是单独约女同事出来喝酒吗 把她灌醉里有什么动机呢 不不不是 我们公司今天是庆功宴 然后我们这就是一个部门的 大家都比较熟了 就比较开心嘛 就都喝了点 原来是这样 但我有个疑问啊 那庆功宴上这么多同事 为什么偏偏您送她回来呢 我正好顺路啊 而且我们家这个位置也比较偏 其他同事送的也不太方便 我们俩关系平时就很好 她也没拒绝我送她 也没排斥我扶着她 我是单身 她也是 所以她没有男朋友接 我也不怕你不能误会 先生您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觉得您对她应该另有企图吧 企图 不是什么企图 你可别乱说话啊 我要有企图的话我还会下来吗 我有几乎干啥不去酒店啊 先生先生 请您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刚才计算了一下 您上楼一共花费了五分钟的时间 这时间似乎有点久啊 我给你算啊 我送她上楼半分钟 扶进家门一分钟 我把她扶到沙发 给她倒了杯水 然后我看到稍微清醒点了 我就下楼走了 算两分钟 再下来半分钟 你算吗 可这算来应该是四分钟 那多出来的一分钟呢 多出来的一分钟 是的先生 一分钟 我就知道会有你们这种人 我送她回来的时候 全程录音录像 不信你看 来 要不要跟我去分分当事人 走走 你拼我去看看走 说完 我们在小区内拍到一位 酒后对女同事 涂魔不轨的男士 该男士面对镜头 不仅强词多理 还一次录下了不雅视频 企图威胁受害者 我们会对此事持续跟进 还醉酒女是一个公道 我是单身 她也是 喝醉了 坐到沙发 开心吗 全程录音录像 半分钟 开心吗 开心吗